位在三重区明治国中旁的路桥 虽然是学生上下学相当重要的通道 但是因为年代久远 因此希望能够在规划出相关配套措施之下 将路桥拆除 也能够美化在地的市容景观 在三重区陆区拆除路桥之后 位在明治国中旁的路桥 是少数仅存的路桥之一 不过因为已经使用几十年了 因此希望在确保学生上下学安全下 将路桥拆除 这个以我们现在来做的结论 就是我们来做一个行川线的一个配置 特别是在我们孩子上下学的时候 来做一个全绿的一个时段的一个安排 那这样子孩子就可以走得非常的顺畅又安全 那我们的市容又可以有一个全面的更新 那可以是说一举两得 那也把我们整个周边 明治国中周边的一个整个环境 这个就全面的更新了 在拆除的部分 其实我想是比较要顾虑到明治国中 这个学生他们行走的安全 那过去是做过流量的统计 所以曾经决定不拆除 但是后来呢 我们也感谢三重区长陈其正 他也会同交通局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相关的专业的会刊 包括路口的行川线的画设 以及未来呢 如果拆掉明治路桥之后呢 我们会做这种行人多十项的全绿或全红的穿越 来确保学生通行的安全 由于路桥主要在上下学提供学生使用 一般民众多走平面的斑马线 加上为了提升当地的市容景观 区长争取列入前瞻计划的预算 整体来做改善 那今天最主要是希望说 大家来共同讨论一下这个路桥的一个存费的一个必要性 那作为我们如果未来大家讨论上有共识的话 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搭配我们这个人行道的一个更新 一起做一个处理 那不过后续的话 我们会再请交通局这边 再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车流的一个评估 跟人行的一个评估 由于这个十字路口的车流量很大 学校希望路桥拆除之后 上下学时的交通号制能做好管控 确保学生过马路时的安全 记者沈正林景云三重采访报导